原来神王奥丁的宝库中 还有这么多你不认识的超级神奇 一无线手套 这个手套同样是由矮人王利用侮辱神钢锻造而成 与灭霸那只左手手套不同的事 这是一只右手手套 难道奥丁也曾收集过无线宝石吗 二寒冰宝家 它是冰霜一族的智宝 寝客间就能冰封整个星球 在至今1500年前 神王奥丁率领布曲击败了冰霜巨魔一族 而这件智宝也成了奥丁的战利品之一 同时他还顺走了人家族长的长子 看来奥丁也有当白胡子的前置 三永恒之火 他是火焰巨人苏尔特尔的本命之源 不仅生生不息 而且具备死者复苏之能 海拉就利用他复活了曾经的部下 而苏尔特尔在失去永恒之火的加持后 就连雷神都能轻易将他暴打 影天末尾雷神为了阻止无敌的海拉 不得不将永恒之火还给苏尔特尔 重回巅峰的火焰巨人不仅一剑就将海拉插爆 更是彻底将阿斯加德受灭 似毁灭者战甲 他是神王奥丁为了抵御天神族设计出来的最终兵器 不仅无间不摧 而且具备千变万化的能力 但唯一缺点就是会根据使用者的实力来决定强弱 由于在影片中被洛基所操控 因此最后被暴肿的雷神轻易就将其摧毁